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不是去餐厅吗 去客房干吗 餐厅的私密性不好 今天跟客户 有很多商业机密要谈 什么 怎么 怕我卖了你 只要我 你这一样见的是什么人啊 進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不管你約了誰 我有點不舒服 我要先回去了 哎 回家有什麼好的 回來家總是有人盯著 要知道 我兩個已經很久沒有 過往二十時間了 你到底在搞什麼 什麼 我搞什麼 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我要走了 你到底要幹什麼 這話應該我問你 難道你忘了 你穿著性感的內衣 三番四次地敲開我的房門 難道你不記得了 我當然不記得了 我失憶了 沒關係 我們是夫妻嗎 不記得沒關係 這都很重要 什麼意思呢 你以前不是這樣 以前都是能求著我的 以前是以前 我跟你說了 我還沒有做好 當秦英所的準備 你不能勉強我 你不是一直想給 江家生個孩子嗎 你不是還去醫院 檢查自己的身體嗎 現在我成全你了 你不願意了 秦英所不是這樣嗎 我輸了 這是個誤會 你先去看朋友 我才不要跟你生孩子 我出去 混蛋 不记得没事 我们是夫妻 找到很正常 如果是姐姐的话 可能不会推开她 她一点醋都没有 谁呢 谁呢 秦英苏人呢 你不是想到办法 证实她到底是谁的吗 怎么还让人走啊 我将得到答案了 答案 真的不是秦英苏 那 秦英苏人呢 获知 来到江家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呀 秦英苏 秦英苏 这个是送给陈叔叔的 他年纪大了 多断练身体有好处 回头我再给他办张会员卡 我不能收 我到你家来是来工作的 你哥这么晚还没回来 我还是回去吧 都十点多了 我先走吧 江太太 江太太 秦英苏 人家给你打招呼的 你没看到啊 能不能有点基本的礼貌 算了 可能江太太心情不大好 哥 你看你老婆 他连招呼都不大 一点礼貌都没有 我哥不会真找秦英苏 算账去了吧 怎么突然转来的 希望吓我一跳 不好意思啊 你等我哥等了那么久 也没等到 要不我上去跟他说 老婆 你别去了 我看你哥和你嫂子 心情都不大好 这样啊 他们心情不好 那我心情肯定得好啊 要不然 我送你回家吧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明天公司见吧 陈立生 你帮我东西了 你这是干什么 你没张眼睛吗 没看见我在收入心里 你有什么气可以冲着我来 你离家出走算什么意思呢 我不想留在这儿 一分钟都不想待 我看你就是不想待在我身边 你就有这么怕我吗 我为什么要怕你啊 你别自作多情了 你不想生孩子的时候 就不想生 你想生孩子的时候 就要生 你做梦 情组 我发现我越来越搞不懂你了 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 我觉得你跟以前的那个情愫 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你胡说什么呀 情愫就是情愫 不然还是谁 你别自己做错了实际 就往别人身上推 好 我想跟自己的老婆生一个孩子 请问我哪一点做错了 你不想跟自己的话 走 尹苏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别来让我尹苏 尹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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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会 你又没有像我一样 当什么 怎么了 你们吵架了 不会吧 你们俩还会吵架 什么孩子 谁怀孕了 谁要留在你们姜家啊 我们都要一个安全感 姐姐对你那么好 还替你生孩子 那是怎么对她的 我不能让姐姐知道 不信没人治得了你 就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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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 你 真是 你 你 你帮我查一查他可能去哪儿 你不是 这么开花 英素 你怎么来了 英素 阿姨 什麼時候來的呀 我 我昨天晚上來的 昨天晚上就來了 那你是跟博兒又吵架了吧 沒有 跟江村吵了 也不是 主要是我覺得有點悶 正好來陪陪爸 也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姜太太 鍋裡煮的什麼呀 開鍋了 知道了 阿姨那我先進去了 好 怎麼了 燙手了是吧 要不要緊啊 沒事兒吧 擦點油是吧 沒事兒沒事兒吧 沒事兒一會兒就好了 關掉關掉 你真就完了 待會兒這個湯就能喝了 我第一次進去進廚房 以前不太會 不過以後啊 我會好好學的 還是不肯告訴我 為什麼突然來找我 讓我還要住在我這兒 那爸 你是不是不歡迎我啊 那也得看你 為什麼不肯回家 我 江順又欺負你了 沒有 沒有 不是 那是什麼 我就是想自己出來靜一靜 跟他真的是沒有吵架 你看 我也沒有別的地方去 你讓我在這兒住幾天吧 行 那你就在這兒住吧 順便 剛好你可以陪我接姐妹啊 放心吧 我絕對不會打擾你 有什麼事你可以直接找我 會兒可多了 很難的 一來他們那人不是要失業了 別讓他們給挺進了 清楚啊 真的變得好多啊 變了 那是變好還是變壞啊 當然是變好啊 那不就得了 爸 爸 咱俩拍張照吧 今天天氣那麼好 現在明天都愛自拍的 有有有有 我給你走 自拍的 來來 處一二三啊 好 一二三 起 不行 你動呢 我閉眼了 閉眼了 閉眼了 再來一張啊 下巴抬起來 來來來來 再來再來 咱倆要在一起 好 一二三 來 好 沒熱啊 跑了 跑了 這 站 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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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那這樣行嗎 一二三 對 這樣說了吧 也有 音速 外面起風了 把你爸帶進來吧 藥也熱好了啊 又要喝藥啊 時間到了 這這等 等會兒等會兒 來 爸 你可是叱咤風靈的大任務 喝點藥算什麼呀 對不對 這樣吧 你如果喝了藥呢 我就可以給你選一個 好看的電影 再來一塊兒看 怎麼樣 這提也好啊 好吧 那喝藥去 走走走 讓我喝藥 你 你誤會了 不是這樣的 我們沒吵架 我們 少給我找個藉口了 立刻到這兒來 給音速賠禮道歉 把人給接回去 怎麼了 我今天不去公司了 去看吧 房間 把音速房間的那邊 換上去 好 音速昨天肯定是生氣了 花都忘了 你去看爸 拿秦音速的花幹嘛呀 音速在爸那兒 人家用得著你擔心嗎哥 秦音速跑在爸那兒去 就是想利用爸來逼你認錯 你可千萬不能去 少管你 好 你以為我願意管你啊 誒 快去啦 别躲了 躲在我船囊后面 就以为我看不到你啊 谁躲了 这不是事没来得及 跟你打招呼嘛 你把他带来干嘛呀 我怕放在家里就干了 你也不回家 反正爸也喜欢你 见着你就高兴 想多住的话 多住几天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 我住在这儿 别挺多舒服了 你让我走 后知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见不见了 我觉得如果在这儿 我烦小几天 такого 嗯 走吧 嗯 等东西都送到了 怎么还赖着不走啊 谁又赖着不走啊 这儿住着我老爸和我老婆 我不能在这儿住吗 不想对人一起 你是不敢看见我吧 手走了 伤了吗 这儿一点想伤 是不是给感染啊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这一点想伤去什么医院啊 你是不是小时候 连长颗青春痘都要去医院啊 我才没有呢 我从小到大对我安阿姨照顾 安阿姨 那安阿姨的名字倒也行吗 你想说什么 我总觉得爸的身体也是越来越差了 要不要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爸每年都做体检了 今天还不挡时间 安阿姨一直照顾爸 否则爸也不会一直就安阿姨在身边 可是 你要是真的担心的话 跟我回家吧 你休想 我才不走呢 你这晚在这儿陪着吧 好吧 既然你不想回去 反正这儿 环境也好 吃得也好 喝得也好 住得好 东西也好 回去也要挨爸的妈 轻松点 我就不信这儿你做的话 那就走着瞧吧 这朋友圈里面全都是刷齐英素说他孝顺的 齐英素把我爸哄的团圈传 以为江家没人动得了他了是吗 可我爸偏偏还非吃这一套 阿姨 你快想个办法把齐英素从疗养院轰走 我要是有办法早就想了 你没看见现在连我 都不用天天去疗养院了 那个齐英素整天围着你爸转 洗衣服 煲汤 按摩 散步 我想接近你爸的困难 你说这个齐英素失忆了之后 怎么变化这么大呀 之前他只是在嘴上说要孝敬我爸 又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也没像现在这么阴心呢 他会不会有什么目的呀 我也想不清楚 反正就觉得 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难道是我们想错了 是不是真的失忆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老天爷也对他太好了 自动他失忆了之后 我哥对他简直像坏了一个人一样 你是没见着 所以啊 博二 我才替你担心呢 你爸 你哥 齐英素 人家一家三口齐乐融融 以后你怎么办呢 对啊 他们是一家三口 我算数 博二 我不是这个意思 在你爸心目中 从来都没把你当外人 你就是他的亲生女儿 可是 我毕竟不是江家生的呀 我连我亲生父母 是谁都不知道 博二 相信我 在你爸心目中 从来都没把你当外人 你就是 真真正正的江家的人 记住了啊 嗯 进 来了 来 你要的东西 嗯 哎呀可以啊 追老婆追到这儿来了 你说这老爷子要是知道啊 这齐英素 他有可能 不是齐英素 他会怎么办 要是敢露出一句话 我马上就开除你 可风景一向是我的优点 问我办件事 说 齐英素在嫁给我之前 有一个小公寓 你帮我查一下 这个公寓里面住了什么人 你怀疑 这齐英素在那儿住 嗯 哎呀 这齐英素也真是怪了啊 这平时最害怕的 就是被江家扫地出门 现在 反倒自己走了 这一点 正是我所怀疑的 所以一线的迷团啊 只能让齐英素来解开 只是不知道 等一切解开以后 你会怎么样呢 爸 快看一下 好了 好了 哎呦 挺公正的啊 一看也知道 您是爱华人士 我笑不错吧 好好好 嗯 爸 咱俩上次发棚里头的 那个照片啊 你不知道有多火 可多人点赞了 明天都说 咱俩长得像妇女 我什么时候跟你照过照片啊 什么时候 你 你不记得了吗 没有啊 这 你要不要照 身体要不要照 不用了 你们有哪儿不舒服吧 我没有 我好得很啊 你呢 你不舒服啊 我 我看你脸色怪怪的 我没事儿 你等会儿我给你倒点水喝啊 啊 好 爸的身体 和记性怎么变这么差了 这安一丘 也没说有问题啊 他能说我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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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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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爸爸 你看这两个孩子 多可爱啊 哎呀 你小嘴 这小宝贝啊 就是可爱啊 哎呀呀呀 你说啊 嗯 能不能请你朋友呢 过两天吧 把这种双胞胎给抱过来 让我看看 行吗 现在还不行 嗯 因为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 心脏就有点问题 现在还在医院里呢 哎呀 这么可怜啊 是啊 而且医药费特别地贵 我朋友都快筹坏了 那既然是朋友 那能力所及 你就帮一把啊 那也算是条性命啊 啊 放心吧 爸 我知道了 哦 嗯 那 给你酒了 哎呀 待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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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要不你先追究吧 我说没有 我再看一会儿嘛 你看 哎 你 你还别说呢啊 你看这双胞胎都没眼之间 我 看了就觉得眼熟 那个 是不是有点像江村小时候 你那么一说 还真有点像啊 是吧 是 我看看谁家的孩子啊 你看 你看 我朋友家的 可爱吧 嗯 那你们先真究吧 我回头再给你看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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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嘛 待 待 待会儿这 我给你看 啊 啊 哎 我喜欢的 你不按时吃药怎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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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不按时吃药怎么不饿好啊 我还没想要 你不按时吃药哪呢 为什么我我们想知道 什么呀 你呢 你呢 我没想到说 你意思不说 咱们那么大胞胎 你有沒有覺得 他跟江村小時候 挺像的 這我要有那麼一對 雙毛太大的這個孫子啊 我這病就好了 胡思亂想吧 我跟你講啊 那孩子那麼大 長得都一樣 你要是想快點抱孫子 趕緊給博兒 找個好人家 說不定他比英素還快呢 那不一樣啊 博兒生的孩子又不姓江 哼 哎 呀呀呀 今天怎麼 孫安安 啊 啊 現在呢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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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姐 怎么了 浩植 这下午客有麻烦了 刚才方秘书跟我到医院来 那他看见孩子了吗 没有 幸好我发现得及时 我躲起来了 浩植 你最近在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要跟踪 怀疑什么了 不然的话方秘书 为什么要跟踪我到医院来 我 没关系 我不是夫妻吗 不记得没关系 这都很对 什么意思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没做什么呀 姐姐 没什么事 可能是你太敏感了 或许方秘书只是巧合呢 对吧 不可能 直觉告诉我 方秘书就是跟踪我到医院来的 我们这段时间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我不可以让江村发现你的身份 这样就算我合尸是罪 也解释不清楚 我不可以让江家人 照着我的把柄 姐 我觉得孩子的事 你还是告诉江家吧 毕竟孩子是江家的青骨肉 而且爸特别想要一个孙子 我试探过了 就连别人家的孩子生病了 他都要管 更何况你了 他一定不会不管你和孩子的 不行 你不要自作主张 这事我要认真地想一想 姐 江村什么时候发现我跟姐姐的 还是姐姐多心呢 不管怎么样 只有尽管让姐姐和孩子 回到江家 这一切才能结束 怎么把学生也要走 来人家的来人在家 这才能够起路 你怎么不开心啊 你真是在家里又发现三周 你说的 你拍照子 我拍照子 你拍照子 可以拍照子 你放这儿了 他应该没看见我的伤疤吧 张医生 张医生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业方 用微信受伤的女孩 现在那儿 他很有危险吗 他后背受了重伤 但是他现在已经出院了 他还说 他不想要除泄什么的 所以他没留下幸福 我 我 怎么样了 我 老是觉得 头昏沉沉的 又睡了 你现在觉得手脚麻吗 头疼不疼 没有 就是 就是想睡 你就是太累了 把药先吃了吧 吃了再睡 阿姨啊 爸不是针灸完 刚吃过药吗 怎么又吃啊 这是保健药 多吃一两次没关系的 是要三分毒 还是谨慎一点好 爸 喝点汤吧 你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这几天一直住在这儿啊 怎么可能啊 你来了我会不知道 是不是又跟姜森吵架了 爸 那个 去把那个手机给我 哎呀 人家小两口的事 你就别掺和了 叫你拿给我 就拿给我 严肃 你爸就是累了 睡一会儿就好了啊 快点 先吃药 哎呀 人家小两口的事 那个 尝尝什么呀 来 人呢 把药吃了吧 我想起来 拿手机 先吃药 好 安阿姨 爸的身体到底怎么了 是吗 英苏啊 你不用紧张 你爸年龄大了 之前又中过风 这种现象 特别正常 正常 这还叫正常啊 明天 我想带爸去医院 做个详细的检查 你想去的话 随时都可以 只要你爸愿意 英苏 我知道 你非常关心你爸 但是也不用太敏感 我在江家做医生三十年了 江家的每一个人 都跟我的家人一样 所以请你相信我 阿姨可能是我太敏感了 爸跟江村一直都那么相信您 我当然也是 再说了 我的身体不也一直都是安阿姨在调理吗 谢谢 不客气 你的药快吃完了吧 改天到诊所去拿 知道了 已经有了 你不应该去 你你不应该成为 你不应该去 众认为 她不应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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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偵 她不应该去 让她不应该去 那需要 哎 怎么还有这么多呀 这我一个人看的 好几年把月啊 就没有电子版吗 这个呀 是所有世界超五星级酒店的资料 还有很多是网上搜索不到的 商业资料 所以呢 您只能慢慢看了 我哥怎么把所有的事情 都交给我 我太吓得去黑手了 你先出去吧 你怎么骑自行车来了 我们单位啊又出幺蛾子 说什么绿色出行从我做起 让我们单位的人 每周选两天出来 要么骑车要么乘公车 所以我就弄了辆自行车了 真好 我还不会骑呢 行了 不跟你多说了 我爸让我来把球肝还你 他说他不好这口 让你别破费了 你爸怎么这么不给面子啊 要不我教你骑车补偿你 这还差不多 反正我现在呢也很烦 他们一直让我在上面看文件 不过我发现 我认识你真的是一件挺好的事 因为你总是出现在我最苦闷的设计 那好吧 走吧 我穿这身好像不太合适 你等我上去换身轻便的 行 把球员带上 等我啊 在这儿等你啊 你呢 没事 没事 稳住 稳住 别放手啊 我不撒手 我不撒手 放心吧 不行 没事 没事 有我在呢 不行 没事 手控制住 对 控制住方向 对对对 手别晃 我用松手啊 我换松手的啊 放心了啊 别松手啊 你怎么松手了 伯儿 怎么样 受伤了没有 我痛了 这儿动不了了 摔哪儿了啊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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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吗 我帮你揉揉啊 来 是这儿吗 都怪我 都怪我 跑点没有 骗你的啦 就知道我摔了之后 你会马上跑过来看我 是不是真的在乎我 你又耍我 要不咱们再试试 好 你看 我会骑啦 我聪明吧 挺好的 伯儿 你今天不只是因为公司的事吧 肯定还有别的新事吧 我说了 我不想当怨妇 我只想享受现在的美好时光 就暂时让秦月宿那个坏女人 消失在我的世界吧 我也不用去想公司那些乱七八糟的文件 更不用努力工作讨我爸的开心 证明我在江家是有能力的 是有立足之地的 不是要任何人的威胁 对 伯儿 谁威胁你啊 你把话说清楚 命运威胁我 对了 我有一个 小秘密 你想不想知道 只有很少很少的人知道 你还是别告诉我了 走吧 我送你回家 你坐后面 博儿 其实你特别聪明 只是家里人把你挂坏的 其实 我是三家凌亚的孩子 他们对我越好 越来让我觉得会失去这一切 来 报警我 咱们玩点刺激的 来 走喽 走喽 请 告诉江先生 江太太 我来了吗 说了 他们马上就下来 阿姨来了 赶紧准备饭 阿姨 吃完饭再走 不必了 我来就是想把话说清楚 要不然我心里觉得委屈 阿姨 怎么了 这个 我看谁敢 齐英素 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 都敢算意到阿阿姨头上了 药品上没有标签 爸在疗养院 不止一次出了意外 阿阿姨都说这是小事情 可我觉得没这么简单 难道你不想知道 爸的病情吗 那好 我来告诉你 你爸病情加重 都是因为你 因为我 你别噓口喷人 是你给老爷子 看孩子的照片 让老爷子误会江村 在外面有私生子 所以他才晕倒的 你这么刺激老爷子 到底安得什么心呢 私生子 什么私生子啊 问他吧 就在他手机里 什么意思啊 什么私生子 乱七八糟 说清楚 你把手机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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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要看看 我哥有什么私生子 麻烦你把手机打开 打开呀 其实我就是从网上下载的照片 想哄爸开心 没想到他给误会了 真的是一个误会 你以为一句误会 就能解释清楚了吗 秦庸素你想孩子 想疯了吧你 别吵了 你以为我把这阵天花板 吵了什么 江家 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 可我也不许乱七八糟 还有你 你少说话 我走 快点 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冲我来吗 搞这处算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知道 会变成这样啊 你不是不知道爸 催着我生孩子 所以我就上网当里 张照片哄他开心 谁知道爸给误会了 再说了 阿阿姨 我觉得她有意隐瞒爸的病情 你到了我们江家 不是为了让我们积飞口 挑选的 现在都说这样你高兴了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你现在是情愫 你该知道 你在我们江家的目的 我有什么目的 这个问题我正想问你啊 我能有什么问题啊 我是做了对不起你江家的事情吗 还是做对不起江三的事情了 这个问题你得问情愫 你是情愫吗